接下來我們今天來到這個沙茶羊肉 這個是我剛換掉帶起來的時候 每天一直在吃的 然後從我來的時候 他一百四千一直找到白馬克 然後之前生意都非常好 現在生意沒種人在排 也是漲價 但是我覺得他的羊肉啊 是比較溫足 所以這個應該很划算 然後馬一混回家 然後一混在那邊吃 然後我們大家都會一套沙茶羊肉 馬克克 然後馬克克 然後馬克克一般一樣吃 然後請盤可以吃 然後再打一盤 這是這個湯 然後他把一罐覺得特別的好 弄得圓圓的這樣子 然後令目分明 可以半歲裝 裝啦 來了 哇 跟以前一樣 特別大盤 特別好吃 料還沒吃 你知道搞不好退步嗎 好 好好吃 有點辣 所以這個好看的很不會很大 很香而已 然後他夾起來 肉質超多 柴超多 有些雖然賣得很沒 但是他大概只一半的份量 很貴 看你怎麼想喔 這個貴的話 那就沒辦法 剛剛是沙茶羊肉 他沒有給你拍照 所以我根本沒有拍 不然他在炒的過程 其實還蠻療癒的 好啦 回來到家了 然後講一下剛剛 沙茶羊肉的心得 第一個是他一份啊 從我搬到淡水 來三年多前 從140 早上到180 然後那時候140 的時候就很多當地的淡水 都覺得哇 超級貴的 那事實上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便宜 因為在台北的話 你要吃到這個份量的話 140的話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吃過爐州 都很有名的還有市民夜市 晚上很有名的那幾個沙茶羊肉 然後我覺得這個好吃的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花140 我OK 但現在物價一直漲 然後所以呢 從140 漲到180 其實真的感覺蠻貴 但是他的份量一樣 都還是沒有去縮水 所以我覺得還算不是蠻好吃的 而且這是我自己個人認為 我吃過最好吃的沙茶羊肉 因為他沙茶很足 羊肉超多 然後下面的空心菜也非常的多 我吃起來就非常的爽 然後加一套真的是最爽的 我沒有想到有什麼其他比較更好吃 如果有知道有什麼更好吃的 然後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為什麼我要介紹這一間呢 因為呢 我發現說 當初我剛來淡水 之後我其實是不知道 我想說 大部分淡水人就覺得說 淡水人都覺得說 應該大家都知道這一間 那間不是從小都吃到大 然後變好貴啊這樣子 那事實上我發現 如果其實你沒有住在淡水這個地方 不一定會知道 所以呢我推薦一些 如果有來淡水玩 有到鷹磚路來的話 你一定要查看這一間 好啦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啦 掰掰 這裡面的環境 非常古早的位置